在三宝所以面前 摆放很多的 根据自己的条件 放一些供品 比如说宿有花 现在专门有一种 宿有花的那种生锈 很好的 现在各个地方都有买的 不是原来的宿有花 过几天都已经弄坏了 现在是专门用教做的 还是很好看的这样的生锈 还有寻香 图香 这些香水 这些都是可以的 日本香水 法国香水 这个香水 但是很多人 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 把自己的身体 当作三宝所以 出门的时候经常用香水 喷喷喷喷喷 路上碰到的时候 好像是遇到一盆香水一样 观想人间天界当中 所有的这些 香花 树油 无量点 清净 畜术 还有眷术 乃至信心生世 不管怎么样 你所喜欢的人也好 食物也好 喜欢的东西就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还有转罗七宝 八吉祥瑞物 等等一切所有的供品和 天子天女所善法的宰格宰物 还有谈情各种乐器的这些供允 全部都是可以供养的 依次供养刹土和 还有其他刹土当中所有的三宝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 三宝和其他三宝 然后念诵的时候 我们《普贤行愿品》 里面的七字供后 或者《普贤行愿品》也可以 啊 待会儿我们开始也念嘛 念的时候也自己心里这样想 还有《入行论》当中 供养品里面也有一些偈颂 我们经常也是念的 还有《大圆满信心修习本论》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真实财物以还供 广大无上知供品 鲜花香灯随身修 花盖凡起三宝 还有深创浮尘 遥骨等 生欲受用 足自聚 供养四尊三宝等 那么这样以后 最后把所供的对境的三宝和 供着自己 还有供品的鲜花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 不愿任何东西 什么都没有的 这样的空性当中安住 让安住当中 起定的时候再回向 这是《七指宫》里面的供养指 这是第六十七个修法